哈喽,大家晚上好 不知道大家晚上都干嘛了 我今天呢有挺多话想和大家说的 就说我们单位上最近发生的事吧 这几天呢我们的保安不是被吵了 他自己要求不要做了 其实呢我挺支持这个保安的做法 因为我觉得我们单位的领导的语气 因为我们的保安是这样的 他年纪都挺大了 他五十几岁的一个 算不上是老人 但是这个年纪的人 他只要没有犯实质性的错误 对别人说话呢要稍微客气一下 我觉得我们领导做的不是很对 他对他说话一点都不客气 因为我们的保安是这样 我们这个单位是这样 他趴车的地方呢 员工趴车的地方有限 我们呢就是说 没有员工趴车的 员工趴车的数量有限的情况下 需要自己花钱去趴车 那么每个人当然都想省钱 就想用员工停车处 反正这个也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有几次也是 我看有些客人 他明明知道那是员工的趴车处 他偏偏要把车停到那个地方去 哎呀我的妈呀 有些客人也真是很让人头疼 员工趴车 他不是说你竖上牌子 不竖上牌子 他就知道 但是人家就明知故犯就这个样 要不就把你家的大门给你堵住 让你这个delivery 一般都是大面包车 就根本就没法做delivery 这些客人我这不才说吗 这种情况下真是应该找一个那种的 就是给他弄上叫什么 给他clamp 把他车给他卡住 罚他的款 你要不这么做的话 他这种问题永远都不会杜绝 第二的时候发现了没有车位 就先把车呢停一下 就停到收费的这个停车场 等着有空的时候 员工又走了 上早班的 你再把车呢 移到这个免费的停车场里来 有一次我还碰到一个中国的女的 她抢了我的位子 哎呀我的天 她抢了我的位子 抢了我的位子 我也没有说的 其实我真应该说 但是有的时候吧 还真是没有说 她也看到我看到她了 她也不说 就自己把车趴在那个地方 结果占了位子 害得我得去交清车的钱 大家不要觉得 是不是没看清楚 误会啊 不存在 因为这个public parking area 你过去以后的一大片都是 然后写着 这stuff parking呢 你就很窄的一个地方 而且有不停的 有delivery这种 大面包车进入 还有员工穿制服的 都往那边的停 所以说呢 不会存在就是不知情的这种情况 下是不存在 趴到我们员工停车处的呢 他们就是明知故犯 而不存在就是 哎会不会不错 绝对不会错 因为你到员工这边地方呢 这是public这一大块 你得开过去 绕过去才是我们员工 他就是明明知道 就是故意的 还有一次呢 他就是一个英国的一个老头 他根本就不是我们员工 因为员工我们都认识 他把他一个人占了员工停车位 两个车位 然后我去趴车的时候呢 我从他等了一会儿 我还以为他在讲电话 我看他那讲话 其实是戴着个蓝牙 我听他讲完了 差不多等了两三分钟呢 我从车上下来 我说能不能麻烦你把车移一下 你想用我们员工的 没有问题 你不要占两个车位 请你移到那边去 我好往这趴 他就是不肯移 而且态度呢 非常的蛮横 不讲理 蛮横不讲理呢 最后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一般是不会说的 那次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开始声音非常的大 因为当时给我气的 我要去签到 我要三应 他让我吃到了以后呢 我会很生气 我一般真的是不说的 我一般真的是不说 那次我就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忽然就说开了 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呢 可能是比较 就比较大起来了 因为我很 我很 我一开始是很礼貌的跟他说 他不听 他瞅了我一眼 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动静 我当时就火了 因为一般人看到你 这员工来了 哎 不好意思 赶紧走 他丝毫没有这种的 这种的概念 然后等着他两几分钟 他也看见他又不是瞎子 还在那坐着 后来呢 我就跟他吵了半天 他一直等着他 一直等着他的女儿 还有老婆 从里边shopping出来 才开走了 然后还不停的摇头 当时的我真是非常气愤 我和我进去以后 和我同事说了 我同事说 你就应该拿你的车 把他给躲住 躲上他八个小时再走 但是我还怕他拿 我还怕这种 他把我的车给我花了呢 我的车这么漂亮 个死老头 我当时就这么想的 我同事就 就经常发现这种情况 客人把你这个 把你delivery这个入口 给你堵了 要做广播 但是碰上这种 不要脸 不要皮的人 还真是有 还真是有这么一种情况 我当时他说 我说了他以后吧 我说 我说你是不是眼下 我说 因为他不走吧 他态度挺蛮横的 他态度挺蛮横的 当时我就火了 我说你 他说 你凭什么说 这是你员工 我说你看没看到 前面写着这个超市的员工 他贴了一个大牌子 你猜他跟我说什么 他说 我在这个超市工作 我说我们超市不顾 你这么丑的人 我就这么说的 然后给他气的 我的妈 当时我就 我一般呢是不说的 我也当 我当时也真的不知道 我一般都是非常 我一般都是非常 就不说了 拉倒了 一般就像中国那个同胞一样 你用就用吧 我当时就没有说 一般是这个样 但那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忽然就是 忽然可能就是想不要吃刀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忽然就说了 但是有的时候觉得吧 说了还挺痛快的 有这么一种情况 有一些人呢 不自觉 不自觉就是这个样子 你实在 但英国人也有很多 是这个样子 倒也不能说自己同胞吧 他真是很不自觉 就抢 发现一个位置 啪抢的呢 他明明知道 那是员工 员工的 就是这些人 有一些时候 也是真是没法 你是想省钱 但是你去买东西的话 顶多一两个小时啊 你不像员工去上班 一下子呢 就是八个小时 甚至有的还十个小时 所以你爬上 十个小时的钱 就比较可观 那么你如果 有上早班的 同事走了 那么上晚班的呢 就可以自己 花上两个小时的钱 那么剩下六个小时 就可以不用花钱了 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那个保安呢 他就是一开始呢 把他放到了 自己交钱的 这个收费的停车场 发现忽然有位置了 那么他去移车 其中有一个经理 他不是总经理 就是部门经理 你别看 是个人都是经理 其实照我的观点看 超市就是超市 你又不是英国的议会 还分什么环境部 教育部 还分的那么详细 什么交通部呀 又是什么 你就整个 你就一个总经理 剩下一个 一个辅助的经理 就可以了 是个人都是个经理 那么干活的是谁 要是我去当这个总部的话 我肯定把这个制度 给他改了 而且捡一大批懒蛋 你要是不想上班的这些人 一大批都应该被裁掉 真是我真是这么觉得 先不说这个了 就说这个保安吧 虽然是他有的时候吧 是怎么说 他不太会跟人家聊天 但是他的本质并不坏 他有的时候就问你的 私人问题 会问你很多 问呢 他只是好奇 就好像人家有的人 好奇吧 也不问 人家愿意跟你 你问了以后 人家不想和你说 人家编个假的 那不更不好啊 所以说呢 还不要乱问 虽然他乱问 他根本本质不坏 就说只要爬车吧 他在那动 望望望望 就在那张望 过了一会儿呢 把车移过来 我们那个领导 对他说话 非常的不客气 说我们雇你是用 我们雇你是用 就用你 他当 他后来告诉我的 我们雇你 就是用你来上班的 你东张希望的 说你浪费了 超市说半个小时 是40分钟 其实说句心里话 他根本没有在那里 东张希望40分钟 哪有40分钟啊 而且我们哪个超市 我们哪一个员工 几点下班都有数 他顶多在那张望了10分钟 绝对不到40分钟 就说啊 我们是付你钱的 怎么 当时他跟我说了以后呢 他非常非常 而且那个领导的态度呢 非常的不好 非常的不好 我相信绝对有这种情况 哎呀真是过分 太过分了 他你你再不满意 你你你 你说别人的时候 你先照照镜子 看看你们自己做的怎么样 就像这些领导吧 他动不动的 人家不允许 有吃饭的时间 有上厕所的时间 有很多的时候 就是员工要上厕所 他因为安排不得当 他告诉你说 你在你在你在 你在 你 Can you hold it 说你你憋尿吧 你先憋一会吧 你憋着 说等着下一个员工 来了你在上厕所 等着我找到人 有的时候 又忙起来又忘了 哪能让员工憋着尿 所以我在当职的时候 只要员工提出来上厕所 哪怕只有一个窗口 那是你的问题 再说这些员工 有很多的情况下 确实是需要上厕所的 不是编的去玩 但是这种情况下非常少 大部分的情况下 他需要上厕所的 确实是真的需要上厕所 这种情况下 不能让人家hold it 或者是人家下班了 下了班说 你再上个几分钟吧 你付人的钱 就是付到那个点 怎么再让人家 所以说他对 这些超市的这些事 也没法说 这些领导 我觉得这些管理层 确实是 有的时候管理失败 谁上班谁下班 很多的时候 他居然打不出来 就没有去上班了 今天到底谁来 谁休假 谁又病 什么都一问三不知 你说这种情况下 我真的很难相信 我真的很难相信 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就是很荒谬 让我觉得很荒谬 而且那个态度呢 不是很好 对一个 不是叫老人家吧 你不管对小孩子也好 对什么人 对什么样的人 你需要 你自己再不满意 你也不能口气 非常的不好 他口气就非常的不好 这点我相信 哎呀 我就觉得 真是 我就挺 觉得这个 这个保安 这次真是 他就给他那个领导汇报 因为他是保安公司嘛 他给那个领导汇报了以后呢 他领导就把他换了一个地方 后来又换了一个保安 这个保安 虽然也很好 但是他说起来 他问我他为什么走 我没有告诉他 他说是因为抓 抓住这个偷东西的人 不可能 他说把偷东西的人推倒了 其实不是因为这个 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因为我知道 但是我不清楚那个保安 允不允许我和他说 所以我没有跟别人说 他为什么走 其实我心里清楚 就是因为他和这个领导 发生了争执 就是因为那个领导 说话不客气 他就说 他说你们动不动的 每个小时都出去吸烟 一吸吸 有的人真的是这样 上八个小时班 十个小时班 他只在 就比方收银处吧 他只在我们收银处 待四个小时 剩下六个小时 都不见了 剩下四个小时 六个小时不见人 当有着去玩去了 这个时候你不说 他们抱成一团 最后那个保安和我说 他说 他说我希望你能明白 我说我明白 我说你不用说 我明白 他说他就是欺负人呗 他们整天凑到一块 一吸烟 吸这么久的时间 他们都不说 他说 我说你也没有必要反应 因为你真是报告的总公司 这个效果和你不报告 是一样的 他跟我说 他以前上班的不同的支部 在不同的地方 当保安的时候 发生过 就是被人这种欺负的 这种情况发生过 报告的上级 真的一点用都没有 我不是想跟大家说 他说西方不是透明的吗 不是很民主的吗 其实在单位 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情 没有用 你报告都没用 就好像作为领导似的 他不管你们发生了什么情况 也不管你们怎么样 他关心的 只是这个店正常的运行 有人在做 别的人偷奸耍滑去了 这个没有事 你有老实巴交的土豆 在那上班 你只要把这个 把这个就好像那个 那个打的那个游戏 叫Plants vs Zombies 那个植物大战僵尸一样 你只要是那个土豆 你就老实巴交的 在前面干活 挡子弹去 人家能偷奸耍哈的玩去了 或者和领导关系闹得好一点 人家还一起抽烟呢 汇报真的一点一点效果都没有 所以说呢 自己呢 他就跟我说 他说 我相信在你身上肯定发生过这种 我说 我说是 我说肯定有 像我以前那个挺坏的老太婆呀 有一些领导 他包括说话 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态度的不好 那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上班是这样子 我就考虑到我的工资 剩下的事呢 真的没有 你说和不说 汇报和不汇报 人家总部 就和伦敦总部 不能因为这一件事 而把这些领导给吵了吧 再说就是总部的总领导 他也不能无缘无故的吵人 而且他也需要人去上这个班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发生的这种的事呢 也只能就是说 自己认了 他对你态度不好 你只能 你像这个保安吧 可能会和他吵 他吵没吵 我倒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据我判断 这个保安肯定是说这个领导来着 说你们整天吸烟 我以前也反映过 就是因为他不让我上厕所 我在那里 我在那里刷刷刷 刷了半天 说我要上厕所 五分钟就回来 没有人气你 十分钟 二十分钟过去了 还没有人气你 我没有人 你没有人 你不会找人吗 然后你往那一看 三四个所谓的领导 在那叽叽喳喳的 在那一起在那摆货 你怎么叫没有人啊 踢个五分钟 所以说别人不会在意 你憋死 你饿不饿 然后他们的政策就是 收银部 只要是你们有闲着的人 就要帮他们摆货去 你这个摆货的这些领导们 你用他们只能是 last resolution 只能是最后一步 实在没人的情况下 才能叫他们 你这什么怕政策 这谁给你规定的 但是你店的风气就这样了 我和我妈说 我妈说你们家就好像是 岳飞 岳飞和秦货那个年代 大部分当朝的人 如果都是这种态度 你一个人想去改变 你只能是躺臂挡车 没有用 甚至有可能把你碾死 所以你也改变不了的情况下 就只能是 你为鱼肉 人为刀组 你就只能这么办 实在不行 关了自己上了厕所再回来 他反正 你自己真的 自己靠一己的力量 根本就改变不了 这个大趋势 还有很多次的时候 就是我一个人 看着收银台 又看着这个 自动收款机 又看着这个彩票处 有同事 三四个在外边抽烟 根本就不是 根本就不是这个break time 就在外边玩 还有再加上修病假的呀 这个做over time 就没有找到 客人反而说 他说我看到你们同事都在外边 你们在哪 或者是 或者是 还有一种情况 好多人不想去 跳到收银台上去收银 在那 在那外边 客人都推着篮子 在那晃了 他把人家放到 放彩票的那个地方去 客人就说 你们家 从哪里招的这么多懒惰的人 我听到这句话 不胜其数 还有客人呢 给这个领导写投诉信 因为有的时候 我能看得到 他放到我这个 放到我客服这把我拆开 我会看 只要写 只要不是 只要写给超市的 我们能拆开 写上人名的 你就不能拆开 有投诉的 然后反应跟领导 都没有 都没有什么效果 根本就没有什么用 这种情况下呢 你只能是 只能就是说 哑巴吃黄连 有口说不出 也就是有的时候 自己做阿Q吧 因为谁让我 不是领导呢 我要是领导的话 是领导 可能也改变不了 这种情况 我们总经理呢 每过几年都会换 都会换一个总经理 以前有一个经理 他想改 改一改这种 不良的风气 就想改 结果呢 就是得罪了这一帮 这帮不良风气抱团 他们抱成一团 就因为得罪了他们 他们拿着严重笔呢 把我们经理超市 把我们经理的 那个脸都给划掉了 而且这个经理 每个半年评分 评分他给他评得很不好 就被总部调走了 就有一个领导 想去这么改变 这种的风气 我就发现 真是根本就改变不了 这种情况下呢 真是我挺 就因为这个保安走了 我也想 哎呀真是 对人家说话 也太不客气了 真是 你要是态度稍好一点 他也不会这么气愤的 就是离开 可是又有什么用啊 你这个工作 你爱做不做 不做的话 你知道门在哪 你滚 就这么一种 就这么一种感觉 离了你地球照转 不要觉得就和离了你 这个什么事 这个英国首相不就是呢 你这个走了 再换一个 你不做 有人做 更何况像你这样的 根本就不差你这一个 所以呢 也就只能自己在这 和能理解自己的人 说一说 他就跟我说 我说 我真的很理解 我说 我很明白 我真的很明白 态度十分的顽劣 而他们整天出去玩 整天抽烟 有什么用 告诉员工说不能上厕所 那你抽上一千次的烟 谁挡着你了 就因为你是经理 再一个说句不好听的 你什么经理 你再是经理吧 你也是超市的一个员工而已 你也不能突然变成 给开脑炉的医生了 哪里来的那么大的优越感 经理 经理怎么了 经理理经理经的 你就是超市的员工 是个人也觉得自己经理 那么这个经理 那个经理 呼隆巴隆一大批的 把那team leader 裁了以后呢 又招了一大批的 所谓的经理 那工资更高了 结果干一样的活 和我们干一样的活 就在那摆货 拿的钱比我们还高很多 需要他们的时候呢 不做不帮忙 而他们呢 动不动就让你去帮忙 所以我现在觉得 怎么说呢 坚持到退休就是胜利 但是有的时候呢 觉得上班的这些臭人 我有的时候真是想 想给他弄上一个那种的 全面的大概革 把这些懒蛋 就是不干活的 你看看CCTV监控 不干活的 一律给他炒掉 炒掉重新换 不要站着毛坑不拉屎 有的人想做工 还没法做呢 所以这些人真是这个样子 没法说 没法说 所以今天又在这就和 大家说说 超市发生的这些事了 这个 这次这个保安 真是 不过也是好事 他换了一个地方 他虽然一开始呢 觉得和他吵了一架 换了 不过换了这个地方呢 我听他说还是挺高兴的 他换了这个地方呢 有好几个同事 一起跟他上班 上班呢 比以前 比现在待的这个地方 比我们超市还轻松了 过得好吧 应该会他有的时候给我发 发一个消息 告诉我他的情况 所以说今天就说到这吧 没有办法 这是上班 上班有上班的无奈 人生有人生的无奈 上班的时候很多的破事 碰上了就得想想怎么解决 解决 想努力改变 改变不了的情况下 就只能硬着头皮 就只能硬着头皮 这样子接受环境了 试图改变环境 改变不了的情况下 就只能适应环境了 这个环境就是这样 也没有必要去投诉 去抱怨 真的一点用都没有 一点用都没有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吧 还是感谢大家收看了 我已经换上冬装了 冬天的大服装 今天说到这吧 我们改天再见了 谢谢收看 谢谢收看 拜拜 下次见 下次再见